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换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2021R2赛季NBA附加赛和季后赛激战震撼 在本赛季常规赛中,勇士队最终取得了53胜29负的成绩 排名西部第三位,他们在季后赛首轮中的对手是绝金队 根据赛场安排,两队将在本周日迎来G1的对决 随着季后赛即将打响,勇士队主场开始紧锣密鼓的备战 勇士队主场大通中心的社交媒体今天早些时候发布了一则视频 可以看到,勇士队已经开始为季后赛做准备 并在球馆内张贴各种带有季后赛元素的海报和装饰 同时,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勇士队今年季后赛的口号 GoldBloody,这个词既是金色血统的意思 同时还有血气方刚的意思 可以看出,勇士队今年季后赛必胜的决心 对于勇士队来说,库里的伤病无疑是球队最关心的话题 在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发布了一则库里的训练视频 库里在训练中的状态非常火爆 根据NBC体育曝光的训练视频来看 库里在训练中投了18个三分球 并且是全部命中 这让旁边包括库明家在内的一种新秀非常惊讶 因为虽然是职业球员 但是你连续在不同位置能够全部命中投篮也是难度非常大的 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库明家也表达了对于库里的钦派 他说到他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球员 事实上我的弹跳和运动能力比他好很多 但是即使他的天赋不高 依然成为了联盟的MVP球员 由此可见他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有多么的巨大 而勇士队的主教练科尔则是在谈到库里的时候说到 我们不会冒险让他付出的 必须要等到他能够参加五人训练并且 能够完成一次扣篮的时候才会让他付出 虽然科尔没有透露库里的具体付出时间 但是根据他展示出来的状态来看 应该是距离付出已经不远了 能否参加G1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球队的态度很乐观 不过虽然库里能否出场还是问号 但绝金队已经做足了库里会出场的准备 据绝金队主帅马龙说道 我们会驾设勇士队将会拥有完全健康的库里 汤普森和格林 我们在为此做着充分的准备 有趣的是 在今天采访环节中 月季奇被问到谁是他在MBA意向最深刻的球员 他说道 毫无疑问是库里 我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如果你不喜欢看他打球 你可能根本就不喜欢看篮球这项运动 他打球时头脑很清晰 有时我会想看看他在做什么 但是天啊 他的投篮根本停不下来 他可以在很远的距离投篮 我觉得我在那种位置出手连框都够不到 史蒂芬库里看起来依然是勇士在季后赛的获胜密码 但是对科尔而言这个密码索也可能是一个不定石架弹 库里在季后赛的风向标指向作用 可能是失去杜兰特之后体现最明显的一年 本赛季库里可能经历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赛季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赛季前四分之一 库里甚至三分场全超过了五个 一度有媒体表示库里可能会冲击自己73胜赛季的三分记录 但是最终赛季结束之后 库里场均三分四点五个虽然锁定了三分王头前 但是命中率却史无前例的只有38% 13年生涯的新低 我们一直讨论的库里太过低效以及不稳定正在显现出来 比想还体现在本赛季44%同样是生涯新低的命中率上 但是不稳定才是更大的隐患 在整个赛季有50分的表演 但是更多的是不稳定的发挥 如同过山车一样 蒙神本赛季连炮头的命中率都是生涯新低 此外库里的长两分也就是16英尺外到三分的距离 命中率也只有41.4%生涯第二低 除此之外 蒙神在本赛季还不足25% 命中率的比赛就多达六场 进入12月之后三分命中率不足20%的场次更是多达七场 库里的稳定性已经成为了勇士巨大的隐患 很多人都还记得勇士气势三胜和骑士队的强气大战 最后的黑色四分钟里库里连续四次三分不中 那大概是蒙神最不想回忆的比赛 但是现在的状态看起来就非常相似 库里在赛季的表现看起来非常不错 数据也好看 但是实际上他在进入赛季过半之后 已经开始不可逆的下滑 比赛的状态和食物开始恶化且增加 严格受用是现在对于库里的依赖性 甚至堪比73胜赛季 一方面球队的伤病比较多 汤神大病初遇 另一方面没有了杜兰特之后 勇士现在的 无效阵容再次回到了库里违和新的本质上 本赛季巅峰时段库里使用率一度超过33 超过了当时73胜同期 最重要的一点 库里在赛季之初的防守经济 个人防守效率创造了生涯新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库里在这之后 防守效率再次跳水 随人科尔一度表示库里在本赛季再次进步 不过事实证明的是 现在所有球队进攻中寻求勇士的突破口 还是打库里 不管是同位置还是错位 库里依然是勇士最被针对的一环 对手艳利库里依然是勇士本赛季防守体系里的最大漏洞 所以库里在季后赛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勇士需要重新慎重使用而避免过犹不及 同时胡人这边 洛杉矶时报记者乔万布哈最新消息报道 威斯布鲁克拒绝胡人队买断最后一年4706万美元合同的提议 威少认为自己还是联盟最棒的球员之一 不接受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 威少已经明确告知佩林卡 他计划执行202223赛季球员选项 下赛季继续回到胡人队打比赛 乔万布哈的报道正式了这一消息 经理失败的赛季后 胡人队各方都希望在今年夏天有巨大变化 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威少的合同 故人不愿意送出2027年和2029年首轮选秀权交易威少 詹姆斯团队又不欢迎威少下赛季回到胡人队 那处理威少的合同就只能选择买断或者延期支付条款 NBA劳资协议规定 球员和球队之间自信商议具体买断费 有些球员为了加入夺冠球队愿意放弃一大笔薪水 格里芬为了加入蓝网队就放弃了1300万美元 消息显示 胡人队希望威少放弃大于1700万美元买断最后一年合同 省方分道扬镳 我们不考虑接受买断合同的提议 威少的经纪人撒得付些告诉记者 这和钱无关 威少对自己的比赛状态很有相信 他是NBA历史75大球员之一 他是本赛季胡人队出勤率最高的球员 多名NBA知名记者也证实 威少和他的团队所有人都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钱成全詹姆斯和胡人 事实上 买购合同并不会为胡人队创造更多薪资空间 只是为了将威少清理出胡人 同时节省一些开支 詹姆斯一直要求胡人队更换主教练 交易走威少 目前只实现了第一步 乔万布哈继续说道 威少的问题不会像解雇沃格尔那样简单 那是一份4706万美元的巨额合同 威少同意交易的方式离开胡人 胡人队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通过延期支付条款处理威少的合同 在威少执行球员选项后 胡人队可以在7月1日到8月31日之间兼威少裁掉 并在三年内支付完威少的工资 每年支付1569万美元 此前胡人队使用过这条款 分4年支付罗尔邓2000万美元薪水 每年500万美元直到今年才全部付清 胡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决威少的问题 放他去任何他想去的球队 这会让胡人未来三年再次陷入财务麻烦 使用延期支付条款解决威少的合同 这个操作可以让胡人队有钱许约玛丽克蒙克 也会让胡人队未来三年都背上具有的财务包袱 罗尔登的教训让他们会很谨慎使用这个条款 乔万布哈说道 胡人队管理层似乎不愿意用未来的灵活性换取短期内的回旋余地 然而胡人队要满足詹姆斯的要求清理走威少 目前只有使用延期支付条款这条路 威少通过经纪人告诉胡人队 他肯定不会接受买断合同的提议 乔万布哈说道 胡人队的2022赛季结束了 管理层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老公 下期 谢谢观看